那我们就会控制我们的无人机去找我们的蜂窝 无人机升空找准目标后 操作道具进行喷洒动作 再将整个蜂窝包覆住 这使新北市政府联合无人机厂商 共同研发以无人机防治虎头峰 往回跑往回跑 就不要理他 不要直接去打他或是飞舞 就是往逆风向 就你往回跑就对了 每年9月是虎头峰繁殖期 最近3年 虎头峰在新北通报数更是从5500件攀升至8000件 大多集中在礁山地区 经常有山客进入丛林或浅山造风遮 为了让民众有警觉心利用无人机来防治蜂巢 第一步先搜寻蜂巢 第二步雷射瞄准 再喷射发炮剂封存蜂巢 来取代人工摘取 降低捕风人员在高处坠落 以及造风遮的风险 另外新北市政府和台大合作 同进虎头峰逐潮地点 建立新北市虎头峰热点网站 提供热点地图以及相关知识 2018到2023年 新北市虎头峰逐潮热点 大多集中在市区交山步道 又与新店3388件 淡水2571件 以及细止区的1838件最多 再来看看这张2023一整年 虎头峰密度遮伤以及自死案件 瑞房区曾经发生虎头峰遮导致死亡 而遮伤案件同样集中在新庄 土城树林等地区 提醒民众登山也要做好事前准备 别到人机寒至的草葱 以免惊动风群 发现风潮保持冷静 离开现场 山区有食物来源的花圃 果园等地方 容易吸引虎头峰 应该提高警觉 TVBS新闻事前员何可言 新北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